24号即将登场的金曲奖颁奖典礼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 将颁发给已故音乐人张雨生 而今年是张雨生世事届满20周年 在颁奖典礼上将会邀请两大天后一说一唱 陶静莹将会担任影言人 而张慧妹将会演唱多首张雨生的作品 共同缅怀这位音乐奇才 在张雨生世事隔年的金曲奖上 现唱上这位音乐才子致敬 今年金曲奖 张慧妹又将演唱多首张雨生的作品 缅怀一代音乐奇才 也是爱恨叫做人秀秀 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 阿妹呢 你看她第一首歌《姐妹》 是 跟后来的这首《Bad Boy Bad Boy》 也是你的手笔 对 张雨生曾帮张慧妹和她的家人写歌 是张慧妹的恩师 今年她出了现场 还动用新加坡编曲大师Martin 还有入围金曲奖制作人陈君豪 比照做新专辑制作规格预计 追忆无法到场的张雨生 很抱歉啊 因为张雨生不能来了 我这个老爸代替她要领这个奖 我想她在天上会看得到 今年逝逢张雨生逝世20周年 典礼才请到陶金莹担任影言人 say goodbye 两人大学时期就熟识 当年更由张雨生的牵线 陶金莹才入行 从歌手身份出道 两大天后一说一唱 将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 带大家回顾张雨生的音乐美丽 记者许终彦林翻 看不到